为大家多更新一点IET的最新战报吧 因为我后面两天没时间 今天就一天狂做 狂做个七八场了都 好了 这场为大家带来是TED和YUMIKO IET义乌国际电竞大赛的半决赛 TED的2比0战胜的是Loleta 而YUMIKO的2比1战胜了Infe 现在双方会是四金二 好的 这张地图人组的主场 IET出生在右侧 YUMIKO左侧 那现在也是解说的有点口干舌燥了 希望声音方面大家见谅一下 后面两天主要是一天要去游戏风云直播 还有一天是5月1号 一个线下的活动 是WVW四月赛的决赛 决赛好像是YUMIKO对抗TH00吧 到时候呢会在游戏风云 风云电竞馆 可能是下午直播魔兽吧 欢迎广大同学到场 特别是上海周边地区的同学啊 过来看一下 也是不收门票的吧 好像只要在游戏风云论坛 跟铁就行了 好的 这把我们看到YUMIKO祭出的是Mountain King 这边TED的DK 科技猪流 我记得TED自己说过 打MK这种啊 他不喜欢去对方正在开矿那波去赔的 放弃赔而是堆链级的 我们看一下这场他会不会这么做 这是TED的一个心得吧 打了那么多盘了对吧 玉米的MK呢 我们看到他的建筑学也是特别针对DK这种赔的 前置一根圣塔 这个塔的话如果说你DK从这边绕过来 没前途啊 遇到MK如果一锤定在塔下的话 直接扫一发C啊 你要从这边绕的话 我只要守这里就可以了 这根塔太近了 好 我们看一下TED TED的DK灭了一个小羊 你到底要纳哪样 看着架势好像是想去摸一下福利彩票 然后这边玉米练剂呢 是用MK去扛这些小狗头的伤害 又买了一个黄皮奶一奶 然后这边掉的是守护指环加三 这边DK没有去摸奖啊 原来是练商店 单DK练剂 非常霸气 然后我们注意到这个细节没有 骷髅残血拉开 继续做输出 然后这边新招两个骷髅 扛一下胖子的伤害 好的 虽然说DK上来就半血了 但练到这个点之后 它立马能够采取光环 这里再让让其实 再让让 好的 MK这边呢 到两极了 这一波玉米估计也挺纳闷的 你怎么不来抓我啊 这边的Fortman终于是发现了 你到底来不来 我放学等着你呢 你不来我回家了 C掉走赶紧走 这边已经是能够构成围杀了 小心小心 一锤子 还好没有贴树林啊 贴树林的话很危险了 十字围杀少一个单位 围不了 这家伙走的有点慢刚才 那没关系 这边的话 我们看一下 鞋子是能够买一下的 买了鞋和单船 要开矿了 DK还敢来吗 TED现在蜘蛛只憋了一只 还是继续对链的节奏吗 刚才TED拿的是眼睛 已经把这张地图中间 视野完全掌控住了 这波玉米貌似是打算双线链级 MK一个人去抓 刚才DK的血量 他应该也是记得比较清楚的 只有半血 对吧 两锤子说不定真能收一下 三级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亡灵究竟被针对到什么程度了 太bug了 这波其实可以抓过来 T一个怪嘛 就他了 T掉 T掉升级 T 好大 三级 刚才一发C 死亡残绕也是丢空了 现在胆子大了 你就冲进去T两个农民啊 但是科技好了 点DK 一下被动晕 跟一个锤子 还有机会 这边是卡他位置 不要让他吃到血瓶 看能不能再敲出被动晕 敲出来他就死了 血瓶 好 先磕了血瓶 刚才是 一念之差 差一点啊 骷髅卡位 消耗MK MK 单传 传哪了 传这了 然后先不要急着敲 基地 先敲商店 MK没有蓝了嘛 现在T的呢 猎取 屠宰场 好的 又有法师 奶奶 又有 药膏 很快就能回起血来了 Ted也是看到对方的动向了吧 对啊 看到MK往这边走了 这波链击他也是显得异常的小心 我们看一下练不练 我记得Ted说打MK的时候他喜欢升冰甲的 果然是一级的冰甲 你敢捶我 我加血车马上出来了 我不怕掉血 那现在Ted这个骷髅数量好多啊 对方 不敢近身 好的 玉米的分矿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一场的玉米 木材有点缺 主矿分矿一起补农民 而分矿这边满了非常多的塔 玉米现在绕到了Ted的雇佣兵营地 应该是要买一下 这个雇佣兵吧 迅速的收割掉这个点位 那Ted这波杀过来了 我们看一下这边只有一根圣塔 有点悬 后面加血车在哪里 加血车刚刚出来 二本推吗 这边MK拿到的是又又是一双鞋 分矿的塔好不了了 TP不TP 又刷了一个胖子和一个小年 好的这一波的话 我刚看到Ted在生那个钻地了 有没有生好 一丝血 差一丝 差一丝就能钻地了 那现在这个MK是没有粉的 可以稍微秀他一下 缓慢 拉住了一只蜘蛛没有粉 然后玉米这边估计是觉得没有粉的情况下 没有什么信心上去冲啊 没有粉的话我感觉可以强杀英雄啊 对不对 缓慢住什么猎屈或者DK直接包住了打 而且现在DK只有两级 C的话我估计也挺难C的住这个猎屈的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波明明要不要敲下去 玉米还是好全木头啊 刚才塔被否了一轮 然后又摆了四根塔 没有人采木了 哇这么多农民修这个商店 哇这个商店此刻的价值是多么的重要 好了明明来了包夹我们看一下玉米的部队 你刚才去买了一把粉又买了一个群房一锤子留住 这一波的话贴的难搞啊这么多单位 这黄皮没有蓝有蓝的话还能去一下哎钻地 粉不粉 群房要贴就快贴 不要打完了你再贴 钻地躲锤子一把粉 干掉这些蜘蛛 现在先灭响尽人 下一锤我们看一下给谁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 好又召唤小伙伴了 又是一个绿皮 实在不行就缩到塔下 又钻地 一发C 绿皮带走好的敌K升到三级 这一波的话TED打的要比理想中要好很多啊 蜘蛛还有五只啊 刚才好像死了两只吧 死了两只还是三只 冰甲加钻地真的有点可 好的两把粉撒完了 你这一锤 带这些蜘蛛 瞬间两个蜘蛛收掉 玉米也是体现出了自己应有的实力 亡灵杀手 刚才瞬间杀两只有点亮 双胖 双绿皮 那这边TED去对方主矿看了一眼 发现对方还是一本客家 这盘玉米是不是资源掌控上出现一定问题啊 还是说刚才这个民兵的资源太过贫乏 导致木材紧缺 那我们看一下TED这边吧 TED继续的爆蜘蛛 哎三本也已经好了 那现在的话玉米这个毁灭啊 主矿一根塔都没有毁灭你怎么顶 TED现在看看他有没有伸鞋带啊 把腹球带过来 TED这盘 发挥的太好了 现优势非常的大了 主要是科技上的优势吧 哎 C掉了蓝炮子 然后蜘蛛是被留下冰夹的冰夹 这冰夹套的有点慢 这样的车被留住了 一下被动民 玉米很喜欢潜质塔 有很多同学说什么 对方出空军的话绕进来怎么办 开玩笑绕进来你说毁灭A A这个农民要A到什么时候啊 一般毁灭都是正面冲塔的好不好 绕进来图农的话根本不需 这边分一个 分一个绿皮进去就行了 对吧 他英雄进不来 你这个绿皮跟他毁灭单挑好了 所以说这个塔坐在前面 还是起到一定屏障作用 记住是屏障作用 绕的话你说从这边绕 口子都没开 只有毁灭从上面飞 飞的话我刚才也说过了 出什么龙鹰就解决掉了 我们看到泰特这边的三个毁灭 杀了过来 看到一排塔 他是想越过塔图农民吗 还是先A塔了 然后地面部队 我们看一下有斧球的存在 还是不需MK的 那这把的话 一会儿打地面蜘蛛的话 玉米很需要一个五级MK 修锤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塔 刚才农民 农民应该还 应该早点拉出来修一下 这边毁灭也是出现 操作上失误了 刚才A这根塔 这根塔早就否了 进去A农民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A农民的效果吧 是不是像有些同学说的那么给力 对吧 这个塔不要管 A农民 我们看一下玉米吧 玉米疯狂也买了非常多的塔 现在还是一本科技 好像真的是有点用 但是这边TP了 刚才一发C 敌克已经抬手了 没有甩出来 对啊 留在这儿 你三只毁灭 打我两个绿皮 两个黄皮 你觉得打得过吗 我觉得没有用啊 这种啊 对不对 还是要配合部队正面 把这波塔给强冲下来 上次我发了一场 我也是像玉米这样码塔的 有同学就说 好像大地这种码塔方式略坑 其实对吧 坑不坑你自己觉得呢 对不对 真的有效果 这种塔呢 是防守基地的塔 如果说你塔坐在内侧 对方脚是车来了 强行砸基地 塔都不管了 我们看一下这波吧 一防的塔 终于是升起了本 农民全部拉出来修了 这波还是三毁灭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后续的毁灭跟过来 有 第四只 第五只对吧 都有 反正这波可以慢慢的通过 这个角度问题 蚕食 粉了一下 这个蜘蛛要死 但是换掉对方两个胖子 分入肥囤的胖子 尸体也是比较大个的 大的跟恐龙似的 哇 这时候你你要说啊 我再飞进去 开玩笑 看有用吗 真的是没有用 哇 瞬间刷了四个骷髅 稍微顶一下塔 然后毁灭飞起 这边塔要骑射毁灭了 看看DKC一下毁灭往后拉 这个毁灭会不会死 哎 还被塔给射掉了 然后地面上在冲塔的同时 蜘蛛也是遭受着对方的屠落 好了一张群补顶起来 又要死一个毁灭了 配的为了冲这几根塔吧 死毁灭 真是太亏太亏了 当然如果你用 你用脚车推的话 脚车和毁灭拆塔的速度不能比啊 绝对是毁灭快的 毁灭换个角度 A这几根塔 这就有点聪明了 但这几根塔也马上就好了 反应 刚才还是第一时间的判断吧 没有没有特别能够跟得上 看到某些塔变了 对吧 你第一时间换个角度 A这些塔会更好 我们看一下Ted在转毁灭 供不下的情况下 现在开始转投资车了 然后玉米刚才经验吃到多少了 四级大半 玉米这把在塔的投资上 有点过多了 因为这张地图 如果你马非常多的塔 绝对不是一个好现象 如果说你马了塔 王力这边不冲你了 他和你对开矿 你这个塔就白马了 而且在资源对拼上 你会处于一个下风 对方的可支配资源会更多 你们可以隐身带着单船 去图农民的节奏 一锤一农民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 他可以考虑先锤一下狗啊 先锤狗 然后早一点到五级 把对方蜘蛛吃掉 这边路上又截了一个脚车 这是没救了啊 顶无敌 防止被这根冰塔控 然后开始点狗 再杀两只狗 就能玩虚无垂了 小狗挺失去 掏开了 那现在搞农民 我们看泰特这边是双屠在场 脚车 还能出一锤吗 继续的憋一下吧 不行了 DK来了 穿走 再憋一下可能穿不走的 好的 紫药瓶 加上进化药水一起磕 这个拦回的是飞起啊 然后看这边玉米是什么打法呢 神秘圣地又补了两个 二本好了 他是想出破法吗 那我觉得这把出破法的话 对方双屠在场出胖子了 好 刚才这边的312还有两个一级怪 练掉之后 5级了 TED现在是练掉了疯狂 TEDDK 4级 猎去3级 猎去4了 哎 差一点经验证 这边把塔的反影都生好了 然后我看好像玉米是打算玩猥琐呀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TK那招 TK是救流啊 TK会出一个女人隐身 过去偷农民对吧 偷农民偷狗啊 偷建筑之类的 这把的话换成MK做主角了 他好像也是打算这么搞 压着48人口 各种塔去各种偷 这边的一个车间坐的太靠外了 否定了啊 在内测座 让我们看一下脚车的数量 一个两个 这林公的车车 A这边两房的塔 这要打到什么时候 然后这边MK是想干嘛呀 买了一把粉 看不懂 血法来了 TED是调整了一下位置 从上面这个小小路口 从玉米现在是没有正面的兵力 48人口几乎全部是农民啊 但他只要有两个英雄 就能够RPD掉对方的地面 所有蜘蛛了 我们看一下吧 这边MK要不要上一下 对的 杀狗啊 这个位置由于塔做的也是比较靠里侧的 对吧 没有办法保护这个基地 像主基地这边塔就能够护导了 所以说塔的格局也是很有讲究的 你不要觉得好像做的越靠内越猥琐越好 这种情况你觉得你还会觉得好吗 让我们看一下虚无垂来了 然后TED是车子在前 蜘蛛在后 虚无不一定点得到 哎 点到了 好的 刚才这个毁灭 我觉得这个挺难吸的吧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对方虚无垂 瞬间出手 你要立马吸掉 有点难 然后这边的话 玉米太稳了 这么多农民围住这个基地修 这边即使有四辆脚车 都是难以预约掉的 然后玉米现在开始转飞机了 他想把对方地面的蜘蛛耗光 然后飞机吃掉空军的经验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 出小炮会很不错啊 有没有 这个女巫的话可以隐身啊 隐身 然后往前走 虚无垂嘛 有没有想起来 玉米 玉米现在是用飞机 摸摸的头 哎 这边又拖到一只蜘蛛 那现在只有两只蜘蛛了 飞机时不时上来甩一枪 啊 网到一个了 没关系 现在蜘蛛数量很少 备忘就随他去 MK又上来 哎 又拖到一只蜘蛛 现在只有一只蜘蛛了 MK虚了 有没有 保密道具 无敌加血瓶 一起磕 又一锤 蜘蛛全灭 基地继续的修 我们看一下 脚车一弓了 好像这回有希望 能不能NC连机 图一点农民啊 图一点农民 真的有希望了 K的这一把 也是一定要 一定要 箭在弦上吧 不得不发啊 刚才这个专地蜘蛛 极限了一下 但是又被粉 虚无杀掉了 现在的话 只有 只有列区可以对空 鬼面 怎么搞飞机 窝鱼米这边 由于疯狂是一直被 拆的 这个 修理的损耗 也是异常严重的 而且时不时的被列区 NOVA NOVA搞农民 诶 这蜘蛛是不是 急急点 有问题啊 它急急点 设置在英雄身上 然后蜘蛛默认的是 走这条路 这条路上 然后它要往这边绕 往这边绕的时候呢 又被MK和血法解决 非常难受 这波拼 我们看一下 好像拼得过 不要拼 拼得过 真拼得过 还有大概四架飞机啊 DKC一把就拼过了 C快C 好拼过了 少年莫须啊 血法两级 血法还有一个蓝瓶 那地面上蜘蛛 我觉得就不要出了吧 TED改走胖子了 胖子虚无垂的话 好像要垂三下 还在修 结胖子 一锤 偷偷点 DK过来 被缓慢 再吸 5GDK 是一把好的满血 我们看到这边 蜘蛛钻地了 钻地也是会吃虚无垂的 钻地不是磨鸣 飞机只要飘一下 看到你这个钻地蜘蛛 对吧 照样虚无垂带你走 那再把我们来看一下玉米的经济吧 主框快爆了 风框这边是3000多 如果说 这个风框也爆了的话 因为修理 修掉很多钱嘛 这个钱全被修掉的话 风框又爆掉 那绝对是TED一框打两框 能够打赢的了 而且现在这名英雄护钢上面 好像玉米也是打不过TED 地面上没什么单位 全靠这个英雄RPG 然后看一下这个胖子 哎呀 就谁 就毁灭的还是就胖子 胖子挂掉了 毁灭的话 C一下 还能搞还能搞 双方僵持在这了 车子也是反应过来 好像A基地没什么前途啊 开始A 这边的采金农民 应该是基地版的吧 让我们看一下猎区 猎区 这个时候猎区一定要挠农民啊 不要挠英雄 为什么 这边是有南乌可以奶英雄的 你挠农民的话就是顺杀了 这边蜘蛛专地起来 起来之后吃了一下虚无垂 立马挂掉了 让我们看这么多的飞机 只有一个毁灭了 胖子来了 地面上应该钢得住 但空军是已经全军覆没了 MK马上就要到六级 我们看能不能虚无垂 带走猎区 是个机会 这个是个机会 MK先钢不住了 猎区伸道无机 MK MK隐身逃走 飞机记得拉 女人死掉了 哎哟 虚无垂啊 有的时候呢 你先把它列取点一点 对吧 点到大概400血左右 你不要急着马上出手 你看DKC不C 他C了胖子的时候 你再虚无垂给列取 列取就顺秒了 刚才其实真的是有个机会 可以秒列取 玉米一直没有时间去中间的市场处看一下 魔牌啊 这两个英雄魔牌可以搭配着用的 MK把魔牌传给血法 血法蓝多了以后 用那个法力吸水的那个技能把蓝传给MK之后再把魔牌还给他 这是个小技巧 我看以前那个零零的皇冠战暴里边经常会用到这招 我们看一下现在双方的主矿都爆掉了 TED呢 死守分矿了 肯定是 然后他也是刚才进攻 看到对方还有多少存款了 对吧 他这边矿未经开采啊 12500啊 那么看一下玉米这个时候呢 开始猥琐了 我刚才说的TK猥琐流的那一套 隐身单位出去 偷农民 偷完就走 但这个经济差距有点大呀 大概差了一万块钱 一般矿都已经开出来了 你这么偷能够偷赢吗 一锤杀人 血法先不要冒头吧 哎 一起冒头了 他要物理输出 再涂点农民 但这边的部队离得很近 过来了 我们看一下 是没有避难的 小心了 现在一旦被NOVA弄住 基本上 没有单船就死了 要不然买个小年 NOVA弄住他 好了弄住了 单船赶紧船 船慢了就挂 DK还能C一发吗 C 哎呀 那现在确实很尴尬 TED一直要补 疯狂的农民了 我觉得TED出个影子吧 出个影子 跟着自己的英雄 对不对 然后英雄就蹲在这儿 就完了嘛 我看一下 现在玉米是攀起了三本 就像到哪样 然后两个男巫是在哪一个MK MK再涂一点农民就到六级了 给下蓝 又是隐身二人组出去转悠了 TED疯狂起个冰塔 TED要攻对方的疯狂了 其实真的没必要 你只需要过来看一眼 看一眼对方还有多少这个经济的处权就完了嘛 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对方的漏洞对吧 比如说你出一个打断型的英雄 三发一个恐惧魔王 等对方一波出现失误的时候上去碎住他一个围杀 很可能这盘就结束了 我们看到TED是好像没有什么办法打中的时候 两个隐身英雄 然后也没有考虑做影子 看看有没有粉啊 这边连农民都虚无了 MK是有避难的 避难掉血法 然后MK扬长而去 我们看一下DK 没有粉啊 唉 这下又蛋疼了 哇 一路杀过来 疯狂这边还只有一个农民了 MK单传好了 对吧 进去看能不能把这狗也搞了 这么玩也被玩死了 TED是有经济摆下那个牺牲深渊的 那赶紧摆吧 赶紧摆你自己带的或者放在路中间 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啊 我们看玉米现在矿干掉了 是车间爆一波坦克 55人口的坦克 两宫的坦克 再加上这边的酒驾飞机 看看能不能把TED跌沸腾 这里练一下乌龟应该仅仅是为了打宝物和钱吧 缺乏我觉得三级也够了 打的是攻击主打加九 然后这边飞机啊 偷建筑 TED这个时候主框的建筑我觉得不用管 主框就放弃算了 当然三不老家 你还要掂量一下 能救就救一下 不能救就算了 从风框这边重新发展了 你就当你刚刚开局 慢慢来 什么大目的这种的重新摆起来 因为你一旦被飞机牵制了回主框的话 你的风框可能会丢 特别是对方压了那么多坦克 对吧 你一定要想清楚 指手一边 哎 现在TED真的缺一个缺一条冰龙吧 你说这个胖子少两只换一条冰龙多好呀 一条冰龙钢得住这波飞机的 然后冰龙在打坦克以及杀英雄方面 非常的给力 哎 好在基地也是有点攻击力的 干掉了一个飞机 TED还是非常能忍的 这里又来了 这次是双避难 TED在主框留了一只蜘蛛 那蜘蛛的话 我们看到这两个隐身英雄 正在朝这个位置进发 要成为开胃菜了 哇 心灵活坦克来了 这边的话是没有毁灭的 那这个心灵活怎么破 等于说坦克升了两房啊 然后看一下大量的民兵还可以 还可以待会就修理坦克嘛 就15块钱不过 这样的话这边是没有人修啊 一会农民肯定会被MK吹杀了嘛 我觉得可以开个大吹农民 胖子蓝城一线人强啊 MK的话已经开始杀农民了 修不过来了 农民一个一个的减少 吸一下看看能不能吸对方 哎呀 虚无虚无了以后不能修 MK变大了 好抽猎曲 这边是泰德的疯狂 已经没有救了 看看能不能避难一下自己坦克 哎 血法挂掉了 玉米也没钱了 玉米只有一个MK 我们看一下组矿吧 组矿这边也是有两样坦克 泰德 泰德疯狂能守下来吗 矿盖子不保啊 然后疯狂的建筑还剩下一个 犀牲生源 然后我们看一下玉米的MK吧 血量也不太多了 要注意待会缩小了之后吃一套 NC连击就可能挂掉 然后看一下主矿 主矿这边 哎呀 基地被一掉了 看看能不能杀掉MK MK 时间快到了 但他能够出一锤 出一锤给这个DK 先缓慢住DK 走走走 我们看一下这个 男女巫 女巫死了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看一下泰德疯狂这边已经平掉 泰德还有没有经济摆下什么建筑 只剩下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建筑了 五个建筑 MK在哪里 MK在这儿 心灵活的MK 两个专职的医护人员 24小时照料的 四个建筑 这边还有坦克 好的 四个建筑 三个建筑 三个建筑 MK船走 哇 这一波只剩下三建筑了 难道是说要平局吗 我们看一下 泰德还有一个农民在这 泰德现在六七块钱 这个农民可以过来修理一下了 或者说看看有没有什么装备可以卖的 攻击之爪这种卖卖掉 我觉得现在补个大墓地啊 攻击之爪卖掉真的能补啊 这边由于有飞机在最好还是留一些蜘蛛吧 那现在玉米这边呢 MK船到哪了 在这 MK 没有办法回血了 玉米零块钱 哎呦呦 刚才这两家我还是没怪的 那引申出去是这点做不到了 嘘 锤也不能玩了 那个农民呢 农民在这个位置摆了一个大墓地 这个大墓地就没有必要和自己的剩余建筑分开来吧 对吧 你这个主框这边还有蜘蛛蹲着的 你应该上去摆嘛 已经被发现了 哎 这个建筑摆的有点失败啊 好的 这边列去死亡凋零 三本老家 一片塔和国王祭坛全部凋零掉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玉米的话 MK又再次出门了 这个建筑 否掉看看还能不能摆得起来 否掉就摆不起来了 还有十一块钱 最后的火种啊 杀只狗 啊 他表示哥志向大 要杀蜘蛛 这个钻地 好吧 已经已经成习惯了 是吧 虽然说有粉 有繁衣 也要钻一下 MK还惦记着这边有个农民锤掉之后 单船走 这MK不能死啊 我们看一下玉米只有15人口了 他是把那个避难应该是卖了吧 又出了一个隐身的女巫 靠一个MK能把这四个建筑点费他吗 黑的还有什么可以卖的 黑的把斧球都卖了吧 我卖了斧球也没有农民可以做建筑 不能卖 现在应该找机会过去把对方的男女巫给杀光 他里面肯定藏男牛 他每次MK出来血量都是恢复了一会儿 对吧 这一点能够猜到的 但找男女巫这桩事情吧 挺难办的 对方总况 某个角落里都有可能藏 好的 心灵火的 六级是MK 大招应该也是好了 现在TED呢只剩下两个建筑 这盘要赢就要不择手段了 对吧 慢慢的耗耐住性子 五球给DK两个英雄一起对空 驱赶这波 那疯狂这边的话 一个MK过来 我觉得他可以直接开大 直接开大 能敲几下 试几下 开大桥呀 这想什么呀 他想先A一下这个建筑是吧 一走又来了 所以说刚才这两个建筑 分开 问题挺大的 在一起的话 好手很多 这个隐身的男物出来 应该是还想给MK MK变大以后可以套 清灵火吗 这个问题谁知道 变大以后能套吗 好像不能啊 好 再次死亡凋零 又把风框给A掉了 现在玉米也要被显示了 我们看到这边MK变大以后 心灵火的效果果果然是没有了 能不能再给他套一个 现在被一群胖子围殴 这个建筑是已经A掉了 然后下方的大墓地 是TED最后的建筑了 我们看一下 这时候要求稳啊 不要急 不要摊刀 先船走 对了 等下一次 反正每次过来摸两下 对吧 这个365点血的基地 TED怎么办 TED终于是逮到一个男人了 太可恶了 死 哥今天就要 收了你 让我们看一下玉米的法师部队 藏在这 好在他这个男物 都是生过大世纪的难够多啊 可以奶很久 他想干嘛呀 这边其实两个英雄可以拆塔了 对啊 慢慢拆啊 你把塔拆光 你就可以把他的男女巫给找出来杀掉了 其实他只需要把女巫杀掉就赢了 MK将会无所遁形 大家觉得TED还有没有赢的希望呢 我觉得TED有 怎么赢 这边的单位稍微就 赞成人墙啊 稍微卡一下 看MK从哪边冲 MK如果从上边冲的话 胖子马上移到上边 形成一道人墙 MK如果往下冲的话 马上下来形成一道人墙 这样就可以了 英雄也要过来了 还有一个加水车吗 这么搞的话 应该是能够 逼成平局的 我们看一下玉米现在的MK又来了 刚才已经开过了大 他大招CD有那么快吗 这时候千万不能发生失误啊 比如说你单船的时候 不小心动了一下鼠标 单船被打断了 然后英雄被留下来了 这点血我觉得 还是要等个大招才能干掉吧 我们看到玉米已经被显示了 这边又是死亡凋零 下方的塔已经没有了 他看到上方好像英雄在 是吧 绕下来 英雄砍不到了 变大强 还在等CD 耐心真好呀 变大 强A 然后飞机不管了 这个时候 200点血 100 150 120 90 60 38 12点血 哎呀 要点费他了 哎 Ted已经被解灭 好的 历时40分钟的战役 没想到最后的一刻将 这么的 将是这么的猥琐 好吧 也恭喜玉米了 猥琐管猥琐 反正 成王败寇对吧 我赢了 随意这么说 好的 继续为大家带来 Ted和玉米的第二场 费 老费 特别 我赢了